一只手拉上房门关上窗户 拧开了不知名的气体阀门 随后就看到一个女人打破窗户玻璃 赤子脚在马路上奔跑 目光所及全是怪物 但现实中却根本什么都没有 一辆车躲避不及将其撞倒 就见一名黑衣男子悄然出现 告诉司机女人还有呼吸赶紧报警 就见黑衣男子把手放在女人脸上开始施法 女人痛苦的表情瞬间转变 竟然要求男子吻他 却不想男子竟然直接用手捂死了他 大家好我是昕哥 欢迎收看高分美剧《格林》第一季第四集 警方封锁了大桥 听司机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因为当时过于慌乱 所以没有记下黑衣男子的面貌 更不知道他消失后去了哪 死者光着脚 穿着睡衣却没有卸妆 手臂上有碎玻璃 但不是车祸所致 脚上没有割伤和擦伤 看来没跑多远 起点应该就在附近 警方调查的同时 一名黑衣男子住进了一家旅店 从行李箱中掏出一把镰刀 与追杀玛丽姑妈那个怪物的镰刀一样 停尸房中 法医面对尸体也表示很惊讶 红毛完全放大 充满整个瞳孔了 相比于普通来说 这太夸张了 读检报告显示他喝了点酒 酒精含量只有0.06% 体内也没有发现可疑药物 没有性侵痕迹 这是一场谋杀 探客检查指纹 确认死者身份 他家离事发地点只有半英旅 丈夫有家暴前客 这次出逃很可能是在躲避丈夫 哥俩随后来到他丈夫所在的工厂 男人面对警察一脸不念烦 芒才自己妻子又说被家暴了 但当尼克告诉他 你妻子以后都不会再抱怨了 我们昨晚发现了你妻子的尸体 男子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 他昨晚下班回家机场碌碌 妻子像平常一样 正和322个好友聊天 完全没有准备晚饭的意思 二人发生争吵 妻子生气的离家出走 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不知道多少次 没想到这次就回不来了 至此基本可以移除男人杀妻的选项 再查女人的信用卡记录 他10点半去了叫做蓝月亮的酒吧 喝了几杯 随后一个人离开 10点半还在网上发了一条动态 锁定了发布动态的地点 就在大桥附近 距离在跑动范围内 荆棘屋一家私人旅店 外面停放着一辆蓝色敞风宝车 绝对是泡妞利器 旅店老板很是热情 与客人们的关系也非常不错 哥俩还被当成是前来入住的恋人 话题回到女人 老板当晚带着他看了房间和花园 但他并没有入住 花园景色的确非常迷人 给人一种留恋忘返的感觉 老板正介绍着各种景观 突然提醒汉客小心脚下 可惜为时一晚 一只翠绿的小青蛙死在了他的脚下 透过喷泉的水池 尼克看到老板的头变成了怪物模样 一翻白眼 行吧又来了 掏出名片交给老板 让他如果想起其他情况 通知自己 警局内格林猎人到来 想见一见杀死自己同伴的警官 同伴也就是追杀姑妈的那位 要见的警官自然就是尼克了 上司让手下告诉他 现在联系不到那个警官 等能联系上了给他打电话 记着要登记他的姓名 号码和地址 格林猎人离开时 与尼克擦肩而过 晚间尼克来到姑妈房车翻阅资料 找到旅馆老板的原型 山羊怪 擅长用魔力吸引女性 资料不过完善 那自然就得找大灰帮忙 大灰将来尼克的表情 与尼克将来怪物的表情一模一样 一翻白眼 又来 这个山羊怪 大灰的确有了解 他高中时就有一个山羊同学 学校里的美女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哪怕那个家伙 一米八的个儿头 有280斤重 山羊怪会散发出一种气味 类似于外激素 让人难以抵挡 不过蓝胡子搞浪漫不搞暴力 一心只想挑选最优秀的女性 反眼后代 杀人这种事基本不会发生 数日 死者手臂伤口中玻璃的实验结果出来 就是普通的窗户玻璃 尼克也调查了旅馆老板的身份 一年半前搬来 买下旅馆开始经营 以前的背景一片空白 虽然是改过名字 还调查了近半年各地的妇女强奸案 有很多到现在还是全案 且案情十分相似 女人就像是被某种东西吸引而来 然后接连遇害 最奇怪的是 这17个女人都还活着 其中有14个人怀孕 DNA结果显示 父亲是同一个人 且受害者证词都一样 他们被隔离开来 有种特殊气体 让他们失去了判断力 以至于都不知道是与谁发生了关系 哥俩现在怀疑 这个人就是旅店老板 上司下达命令继续跟踪 不要打草惊蛇 旅店内老板准备了三份食物 端到地下室分别放在三个轮子前 笼内很快伸出手 将食物拿了进去 老板则关上门 打开了气体管道开关 旅店外面 汉克已经在老板的敞篷车下 安装了定位器 这小子到花园里抓了一只青蛙 放到兜里 然后开上车离开 哥俩见状分头行动 尼克去追踪老板 汉克进到旅店内部调查 老板将车停好 走进灌木棕内 掏出青蛙吃下 变身怪物整理了一下发型 随后走进了名为烂月亮的酒吧 这一切都被尼克看在眼里 他与老板见过面 没法进去离根进 只能打电话给大徽 请求协助 与此同时 汉克翻越围墙进到里面 在花园里发现了玻璃碎片 一抬头发现窗子没锁 果断爬了进去 还有一条故事线在格林猎人这里 他回到旅店 却发现上司等在屋内 他紧身直面格林猎人说道 首先你不该到我的城市来 其次你见到我竟然不值下跪 说吧直接用镰刀割下了猎人的耳朵 接着用德语告诉他 滚出我的城市 别再回来了 这里上司是真的帅 不实现回到尼克这边 他给了大会一台钱当做经费 让他到酒吧里观察旅店老板 老板此时已经找到猎物 和一名漂亮女人聊得正欢 与此同时 汉克打了电话 他找到了被打碎的窗户 窗子周围的油灰都是新的 告诉尼克 老板准备回家时通知自己 他要继续调查旅店内部 汉克很快找到了地下室入口 进入时却没有注意到一旁的气体管道 没多久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骇人的幻觉在眼前浮现 被吓得直接倒在地上 这一摔让他看见了笼子里的女人 另一边 大会神情自然来到了吧台前 旁边就是正勾的女人的山羊怪 听着二人的聊天内容 大会都被吸引了 大会完成任务 回到酒吧 想用同样的画术打闪女人 尼克一边跟踪老板 一边打电话通知汉克 但此时的汉克已经晕倒过去 根本无法接听手机 眼见老板已经回到旅店 尼克只能向警局求助 要追踪汉克手机进行定位 老板前脚刚进旅店 关掉气体开关 被他搭讪的女人后脚就跟了进来 尼克见状顾不上其他 直接开门喊住宁人 以妨碍警方调查未由将其驱赶 警方随后来电话告诉尼克 汉克的位置就在旅店之内 尼克听后直接拔枪 一边拨打汉克电话 一边搜寻 找到了地下室 他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到了 趁这个空膛 老板直接锁住房门 并打开气体开关 随后收扫证件离开旅店 没想到被汉克驱赶的女人 又溜了回来 只能带着他一起逃走 旅店内 尼克破门而出 关掉阀门 顺利救出了被锁在笼子里的女人 回到车上才响起 还装在敞篷车下的追踪器 哥俩顺着定位 来到老板所在之处 正在调情的老板 见状扭头就跑 变身怪物跑得飞快 却没注意路上驶来的汽车 直接被撞飞到路边 将其逮捕归案 哥俩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却没注意到 躺在单架上的羊头怪 已经用法术迷惑了医护人员 本集完 以上就是格林第一节 第四节的内容 对后续剧情感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关注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